中聯會開始前 金融市長李宥昌先向協助執行防疫工作的里長們表示感謝 隨後針對110年度建議案提案討論部分 來區水井里長林國新表示 里內公有民船立體停車場 因為老舊停車設施常故障 民眾抱怨連連 那麼現在幾乎每一個塔都幾乎一半都不能夠使用 這是二十多年以來機械的老化 對此李宥昌回覆表示 金融市政府交通處方面追加330萬元 明年將編列980萬元 針對停車場塔體防水工程 及部分停車設備更新進行修繕 預計今年底公告招標110年底完工 我有請交通處評估 因為如果整個現在要拆掉重建 第一個要花非常多錢 第二個時間會拖很長 那所以經過評估之後 現在是可以做一些機械設備的立即改善 我記得是600多元 原本是650萬然後追加到980萬 我們大概把他修完之後 應該至少可以再使用 應該可以再使用個十年 那所以我想應該在十年內應付地方的一個停車的需求 應該是可以 那之後時間十年之後 然後也許再考慮把他整個拆掉去重新來幹 原則上我們希望今年能夠發發 然後明年來就業時空 來做民船立體的場合也有改善 至於育人里長反應南農路人形空間不足 以及光華里長提出地方排水等問題 牛昌也當場指示主管單位列路規劃研究改善 另外有關區水街及失求路線七項路面均列破損 影響人車通行安全 牛昌更要求公務處納入明年度的優先工程 記者章起騰記友報導 字幕視頻